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从小就有一个篮球梦 在北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去现场看NBA 那么在现场看NBA的包厢 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废话不多说 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你洛杉矶不卖萌的萌哥 欢迎回来你的频道 洛杉矶的NBA赛事 对本地的居民来说 算是近在之时 唾手可得啦 他的票价 加上停车费 大概是几十到几百元不等 当然和这个比赛的队伍 还有场地入座的位置 有很大的关系 试想啊 如果在总决赛的时候 坐在有可能被球员 飞扑过来压到的位置 上千块也箱得很矮 包厢里面除了私人空间以外 座位的分布也比较自由 活动空间大 也适合商务上面的交流 食物方面有不同的套餐可以购买 除了饮料之外 也提供酒水 当然 他的大厅里面的选择就更多元了 就篮球本身而言 叫其他球类算是比较有看头的 但即便如此 在球赛的过程中 还是有许多额外的娱乐 提供给观众 其中不乏 Kiss Camp 球迷的较劲 中场休息的迷你游戏 当然 绝对不能少了我们举世为名的 Lakers Girls 他们的热舞咯 如果刚刚提到球场本身内部的食物 球场外面特色的墨西哥热狗 大家也绝对不要放过 这样的包厢体验一般是由企业买断 再透过球场经营部门 转售给球迷一般情况而言 对于企业来说 这是个几年 甚至可以达上百万的租约 如何 你喜欢这样的包厢体验吗 如果你也喜欢到处走走 记得常回来看看属于你的亲旅游频道吧 See you soon